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我们在这个阿曼法的园 阿曼法,我们想问一下 你用的这个大力丸 跟没有用大力丸的树的果 有什么分别?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果 会比较圆,比较长一点 不会好像没有放大力圆这个果 它会弯弯 通常没有放这个果的话 我们会看到有一点弯弯 就是讲,它没有这样圆 没有这样长 就讲我们放了,它的形状就比较好 每过那个 没有放之前的形状 就好像我们这个大力丸 放了大力丸,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它的果 长形,圆一点 如果我们没有放的话,它就是 弯弯,比较多就是这样子 C果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现在放了这个大力丸 一般上好像A果比较多 比较漂亮 通常是比较多A果 它不会讲有B果 很好很好 这个就是在做果期间 放了这个Super Care 0054的Super Care的效果 现在我们看到 圆主也说了 它的果形啊,就比较漂亮 比较圆形 而且会慢慢比较大力 比一般上没有放的呢 就好像那些 很多西果出来了 这个就是一个分别 哦 你一棵树放多少粒啊 每一棵树放8个栋 每一个栋放4粒 4粒 是你掺起来放了 那个0054 Super Care 可以掺这个12,12,20 对对对对 对 就8个栋 每棵树是4,8,3,2粒罢了 看到效果非常好 这个猫山王 它的果很漂亮 这棵树是101 那我们看到它的果 每一粒都很均匀 很平均啊 老板我想问你啊 你大概几十放了这个 这个Super Care 我们好像鸡蛋这么大粒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放到有这样子的形状 差不多 啊 大过乒乓啦 好像鸭蛋这样子 这样子放了 我们放下去就比较平均了 看到 它的时间就 你看一来一圆 它讲不讲弯弯 这样子 你看了 它就转快看到很美很美 ok 而且它 它的 呃 结果的粒 都很高了 嗯 百多粒 每一棵树都掉到百多200粒的 是非常的成功 对